嗨 大家好 我是HOMO的小楠 那今天呢 我要來操作一款極潛色的髮色 就是現在最流行的奶霜色 小楊的時候 我們常常去紅皮膏 誰比較高 誰比較厲害 長大的我們 利用了各自的專業 各自的領域 創造了HOMO H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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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髮色呢 因為我今天找了Model 它屬於偏原生髮 就是有一點點下面一點點激染髮而已 那之前的話有做過縮毛矯正跟燙卷 不過大部分都剪掉了 因為我們今天的底色比較淺 大概我需要幫它漂到8.5-9度左右 所以待會的話呢 雙氧的部分我可能就會選擇用9%或12%下去操作 Model 本身是原生髮 然後也沒有染身過 所以基本上的話我今天會選擇用砝碼的超級灰瓢 那這款瓢粉 它是特別針對人工色 去做一個很強的一個卸除 由於它的作用能力實在太強 所以今天要調100克 那我可能會分50克50克 或者是30克30克30克3萬 因為我會選用的是比較高趴數的雙氧下去瓢 我今天可能全程都會用9%或是12%下去做漂退的動作 所以在這過程中的話 大家知道瓢粉的作用時間大概只有20-25分鐘左右 每次的話我可能一碗只會用到40克左右 頂多緊繃50克啦 那我可能就是輪番去上 也會比較穩定一點點 那比例的話我通常就是1比2 瓢粉一一雙氧二這樣下去做搭配 我待會就先用9%幫它做第一次的漂退 那我剛剛的話呢我還會在碗裡面配方 還會加一點的護髮的配方 鏈件的護髮在裡面 那一方面也是保護它 等一下在漂髮的過程中會相對的不會那麼受損 然後會比較強韌 但是我今天的操作過程的話 我會盡量不要去碰到它的頭皮 因為大家也知道髮根這邊 我們待會上的時候會做堆疊 所以其實基本上我不會太快上到髮根的地方 我會先預留大概兩尺 兩尺左右的寬度 我會去上它 我會先著動在髮中跟髮尾 它的體驗也不會那麼不舒服 好那我現在的話它漂的底色已經差不多了 沖水之後要先幫它做一次沐浴染的打底 它底色現在9度的狀況 8度半9度的狀況的話 待會沐浴染會先去回填它的暖色調 先回填一點暖色調進去做一個打底 起來再染頭髮的話 再上一次色 等它退色的時候 第一個它退色會比較均勻 那第二個它退色速度也會比較慢 因為等於做了兩次色調的重疊 那當然我的配方都是一樣的 我就是會回填暖色調進去 跟一些奶茶色啊咖啡色進去 然後再加稀釋機下去做稀釋 我的配方基本上跟剛才的沐浴染一樣 暖色調為主 然後帶一點冷色調 就是灰灰奶奶的感覺 然後主要就是加入稀釋機下去做稀釋 好啊我們終於結束啦 好啊辛苦你了還滿意嗎 滿意 喜歡這個顏色嗎 喜歡 不滿意要說你回新竹就沒有機會了 不會 OK齁 好那這個以上啊 這個今天就是我幫大家示範一款 奶霜色染髮的絲維 漂完之後呢底色大概到8.5度左右 我大概先加橘色 然後還有一點咖啡色奶茶色進去 先幫它做一個灰甜打底 再給它加一點點紫色啊 紫灰紫灰的感覺色素進去 那其他配方都跟木浴染的話是一模一樣的 那就是把色料去沖淡而已 那再把它上一次目標色 就是真正的目標色 那效果就是畫面上呈現的這樣子 今天做了這麼久有什麼感想 沒有特別的感想 還想要再挑頭髮嗎 不要好累喔 可是很好看耶 一次就夠了 你有男朋友嗎 沒有 你今天回去 你就是新竹最美護理師了好不好 好 可以嗎 好 結束之前我還是要再講一個笑話 你知道什麼椅子最舒服嗎 坐的最舒服嗎 不知道 Enjoy 好謝謝 哈哈哈哈 哈哈哈